客人連一個124平方尺的平台 那裏屬於三房一套連儲物室的單位 最特別是樓層與樓層之間是3.8米 整個單位大家都看到是一個拍架山很漂亮的山頸 另外樓下有31樓B8的單位 那裏是開放式,是224平方尺 那裏是一個開放式單位 層與層之間高度有3.5米 那裏是我們整個樓盤最特別的設計 就是開放式廚房放在連接路頭 所以營造出來的氣氛是一個很有 你一邊在烹飪,一邊欣賞到維港美景 那裏是一邊在烹飪的感覺 那另外最特別的設計就是 可以令到室內的空間更加視淨更加實用 那這個是我們Open的一個非常之特別的開放式設計 那接著我交給大家 好的,歡迎各位傳媒大朋友 那跟大家更新一下Open的營造 那今天來講,我們總共賣出了250貨 那就佔可售單位的超過九成了 那可售單位就是275貨的總共 那就套現了入網18億左右 那賣了一些單位就包括60貨的開放式 1.165貨的一房間 21間兩房間和4個特色平台單位 那成交價就是由479萬到1439萬 那就是那個範圍來的了 那在我們開了營樓之後 在今年一七月之後 我們總共賣了114個單位 而在2023年去到上去月 我們總共賣了141貨的 那就套現了約10億左右 那這141貨在2023年來講 如果在港島區的一手單位 我們就接了接近三成的成交量 那也是全港、全港島 一手樓的賣樓單位最多的樓盤 那我們現在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買家的新品 那就看回我們的成交 如果在施政報告之前 永久居民佔的比例 在2023年是佔了九成的 那在施政報告之後 就是變了75% 而非永久居民 就由之前的10% 就是升到施政報告之後的25% 所以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升幅 那這些非永久居民當中 當然包括有些是優才專才的那些 那數字很多我們就不太清楚 但是就有報告的 那而最近呢 在港島東區也都有一個很大的成交 大家都有早幾個禮拜日的新聞看到 就是政監會買了 Island Ease一個寫字樓 那裏作價都50幾億的 所以在這些區域呢 將來都應該有很多行政人員 高級行政人員 會來進駐在港島東這個區域 所以尤其是我們在Open這個項目呢 我們根據經紀兵的資料 就是那些租金和租金 和租金成交是非常之活躍的 那我們的租金 由五十幾元到七十幾元都有 做得到 那外面那些項目呢 就是根據市場來說 應該都是做到三十幾至五十幾元的尺 平均 我們這裏有很多優勢 大家看到的現樓 和我們很漂亮的clubhouse 和地點 吸引到很多買家和租客 今天和大家更新的 這裏有很多 這裏有賣了單米的平均尺寸嗎 我有一個平均尺寸 Mandy你稍後再給我 這個平均尺寸 這個平均尺寸 就是等等 20908至33299 一人裏有特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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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裏有特色單位 對 是特色的 沒錯 我們現在代售的特色單位 還有8伙 包括頂樓那兩個單位 還有另外六個是蘋果單位 這些我們都會用焦標認識去出售 這裏有特色單位 今天開的那兩個單位 是先出售的嗎 已經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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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特色單位 今天那兩個單位 都在開售給客人 還是還未開售給客人 已經開售了 已經開售了 不過我們還未開售給客人 我們還未開售給客人 頂樓的特色是沒有賣過的嗎 沒有 只有兩個單位 還未開售給客人 還有299的會員 非管理會員 我再檢查給你們 是 你有沒有信心 頂樓今天開的會員會做到新高 有 因為始終新項目 高層特色單位在廣道區是不多 尤其是東區 有什麼銷售部 你說明年嗎 是的 我們公司內部暫時還未開售 我要展示的 但是 市區本我們應該有 李好方第五期 另外就是南角度的項目 另外還有在跑道區 我們有幾個JD 我們也在商量 有部份會在2024年推出 還有山頂樓吉道 我們有一個房屋 但是我們現在先搞一些裝修 有機會是明年推出 有機會 暫時 最快的推出是誰 有機會 最快應該是李好方便五期 現在的市委 我們正在做 銷售中心 正在做 施工中 今期有多少單位 230多個 最終銷售單位 開放式支援 稍後來我和你報告一下 稍後我和你報告一下 稍後我和你報告一下 稍後你會幫現在整個 行業的銷售 累積嗎 如果在整個行業 應該是超過九成的 至少銷售單位是超過九成的 稍後銷售單位 或是明年樓市走勢 明年樓市走勢 我們覺得 壞消息應該差不多出盡 零年 如無意外 都應該是減息 或者不再加息 甚至是減息的時間 當然 如果一個息口 可以向下調 對樓市有些刺激 正面的作用 我們估計 明年 最少都會平穩 如果一個息口 如果那個幅度 如果落得更多 有機會 市是會反彈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